好 镜头拉回亚洲 高物价的社会很多 现在要看的就是南韩 因为南韩的高物价 已经标破了20年的记录 那么南韩知名的泡面 新拉面韩涨 国民零食 巧克力派也涨价 而南韩的国民美食炸鸡 现在贵到消费者聚吃 聚吃的是街边的连锁品牌 有一份炸鸡专卖店的餐点 一份餐点逼近台币700块钱 他们说寻常变成了奢侈 而南韩的连锁超市 趁细而入 他们推出了一份不到1万韩元 相当台币200块出头的炸鸡盒 大受欢迎 再推相当台币140元的炸鸡 引爆了抢购热潮 美国通膨压力爆表 推动美元走高 14号韩元再探13年来新低 对美元汇率失手1390关卡 持续刺激物价高台 雷克消费者物价指数 已经连续两个月上涨超过6% 南韩农产品长最凶 制作泡菜用的大白菜10公斤 现在要价38000韩元 折合台币850元 比去年红旗涨了三倍 而萝卜 洋葱 菠菜 马铃薯等 南韩家常食材也通通喊涨 人物料无意不涨 南韩临时龙头品牌 好力友 时隔9年宣布调整 旗下16个产品价格 平均涨幅达到15.8% 国民巧克力派 一盒涨破5000韩元 现在要价台币120元 南韩国民泡面 浓心新拉面 中秋节前夕才刚涨完一波 过完中秋也要再涨价 15号起涨至820韩元一包 约台币18块钱 一年间涨幅已经达到20% 万物起涨 但让南韩消费者最在意的是 国民美食炸鸡 掌声没有停过 还在炸酱面 腊炒年糕等 常见外食品项当中 以6.6%夺下涨幅冠军 1977年后 南韩炸鸡店一家接着一家开 美味疗愈又适合 和家分享的炸鸡成为 南韩国民美食 根据统计 2020一整年 南韩平均一人 吃下多达15.76公斤的炸鸡 相当于18只鸡 是40年前的6倍之多 但如今吃一次炸鸡 竟成了奢侈享受 街头连锁专卖店炸鸡 一份逼近3万韩元 将近台币700块钱不再评价 知名品牌BBQ会长 尹鸿根甚至大胆发言 趁一份炸鸡超过3万韩元 是理所应当 这更加引发南韩消费者不满 进而发起巨吃 南韩超市嗅到商机 反向操作推出炸鸡优惠 销价竞争 成功吸引精打细算的消费者上门 全韩第二大连锁超市 HomePlus将炸鸡价格调降三分之二 推出一份不用1万韩元 约台币220元的炸鸡盒 开卖前两个月 大卖46万只 婆婆妈妈们口耳相传 排队抢卖 南韩连锁超市打响价格战 跟进推出号称高CP值的 平价超市炸鸡 最便宜一支甚至只要5000韩元 台币140元不到 引爆抢购潮 消费者明显变心 街头炸鸡连锁专卖店 更加乏人问津 物价冲上20年来新高 何时才能喘口气 南韩政府预期至少要等到 今年秋天最晚10月份 才可能出现转环 观测普遍认为 南韩央行为了压制通膨 将会持续升息 TVBS新闻综合报道